她是被称为古装第一美男的演艺官 在古装大戏随唐演艺中 饰演仗义英武的秦琼 她是凭借电视剧《铁梨花》中的赵家大小姐赵嫣然 而被大家熟知的杜若曦 你说你自个儿不心疼你自个儿 我这当规律的还心疼您呢 演艺圈的金童玉女演艺官杜若曦 婚后首次做客超级访问 讲述他们的浪漫爱情故事 欢迎收看超级小伴 大家好 欢迎收看超级小伴 这支手打好漂亮 今天要演谍战片是吧 这是在后台刚刚收到的礼物 大家知道了戴军刚刚出国回来 他挣那么多钱就给我买了一副破手套了 耶 这可不是我买的 我自己拿那个羊皮自己给你缝的 我们两个是超级甜蜜搭档 大家都不用多想了 那今天我们要上场的这一对叫 超级甜蜜爱侣 谢谢 让我们有请颜艺宽 杜若曦 欢迎两位 恭喜 恭喜 你快来来来 老宝 你快来来 有差 让我们大家在这里找 谢谢您好 欢迎两位 欢迎 没完了 来来来 上街上 谢谢 太厉害了 别撞着了 太厉害了 别撞着了 太厉害了 别撞着了 那你颜艺宽要不要跟这边的观众拥抱一下 对 就是你要不要跟这边的观众拥抱一下 就是你要不要跟这边的观众拥抱一下 两位有办婚礼吗 还没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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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想十月份就办了呢 对 但是我那戏呢 当时说是十月份能杀青 我现在一下拖到一月份杀青 谁的戏啊 郭静宇导演的戏 当务礼三个月 对 那补钱吗 补啊 补啊 呼吁一下吧 我们在电视台呼吁一下 今天两位 应该是第一次做客 我们超级访问 婚后 婚后 然后我们想知道 他们是如何冲昏了头脑 发婚 走到婚姻的殿堂 对 快去吧 比较压运 今天请大家 我们超级访问呢 有了自己的官方微信 只要您用手机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微信呢 就有第一时间 可以了解到我们 台阶幕后的花絮啊 还有我们明星的故事了 我们每天呢 都会送出我们的幸运礼品 就是由乐风网提供的 金家大礼包 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 我们的幸运观众 再次掌声 赶紧两位 谢谢 谢谢 演员演艺宽 首次写新婚妻子 杜若希作客 超级访问 两人初次相遇 情节甚至函聚 我要往外走 她说 等会儿 我说怎么了 然后她就走近我 走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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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 她在这儿 离我这么近 然后那天晚上的事 能说吗 什么事啊 演艺宽追女友 有一套 心动招数 逐一爆料 这个太狠了 欲情故重 就是那时候怎么回事 你这招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那你还试过其他的吗 没有 我这辈子也试过一次 也就这一次 与演艺宽的恋情曝光后 杜若希为何遭遇 各方非议 一下子就被打击到了 我会难过 也会哭 也会退场 她就说算了 我这么烦 我不跟你好了 风雨过后 终见彩虹 演艺宽为求婚 下足功夫 求婚当天是她生气的 对 我跟她吵得一架 第一次求婚被拒绝了 对 为什么 因为她是在我们洗手间 门口求的 对我直接负一架 跟老媳妇嫁给我吧 演艺宽首次爆料 与杜若希领证当天的 惊心动魄 我说你这完全不认真 领了证 你之前为什么不去上网搜索 该带什么不带什么 你当时我已经绝望了 我想肯定拿不到 我在旁边这个字是说的 跑 好 红绿灯都闯了那天 对 就是闯红灯 听演艺宽 杜若希 讲述他们的爱情历程 更多精彩 现在超级访问 欢迎两位 谢谢 欢迎两位 你们两个是在剧组认识的吗 不是 我们生活中认识的 朋友介绍相亲的 不是 没有 在哪里见的 就在那个机场 机场 他们在传送带上认识的 不是传送带上 过月里 两个行李 对 他们两个不做的是商务舱 也不做经济舱 做的是 传送带 行李舱 你们是什么 当时做一个航班 他们俩去拿一个行李是吧 已经到了 去行李 因为我也是刚从组里回来 回盛海 拿的东西比较多 我就不拽拽拽拽 突然一个大手帮我提过来 我一抬头 谢谢 帅哥 对 是不是跟踪了个半天 然后就给人拎行李的呀 哥只是个残忍 哥 你要说实话 说实话 那么多老罗病残的 你为什么只提他呢 我会帮忙 你帮不过来吗 哥 那个时候老招风引别是吗 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然后你帮他提完了行李以后 两个人就 来 把手机拿出来扫一下 没微信 那个年代没微信 把手机拿出来摇一摇 那时候更巧 就两个人聊天嘛 就结束了 就打车 也就一块打车了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觉得最巧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我跟他住在同一条街上 上海了 就是韩剧啊 我的楼能看到他的楼 我没有大脑显现说原分 必须的 真的 戴军 我如果在街上撞了一下 一看是帅哥 我一定相信原分 别走 走一走 你撞到过吗 没有 撞到过墙 后来那时候我就说 你留个电话吧 住那么近 留个电话吧 热心给了吗 给了 热心会说 要不要留两个 万一有一关 大风呢 而且我跟他的生活 后来慢慢开始了解的话 很多重叠 就是他楼下有个咖啡店 我是一直去买面包的那家咖啡店 好浪漫 有没有在他楼下的咖啡店碰到过他 故意刻意的 我去买面包 或者买咖啡的时候 都会想 想到他 在楼上 但具体怎么样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会发短信 我说 我在你楼下 有空吗 你在吗 一起喝咖啡吗 对 你呢 那个时候 有空 然后 留了电话之后 我的手机就一直24小时保持待机状态 谈恋爱呢 期待会打来电话那种感觉特别好 特别好 我觉得其实 为什么人喜欢恋爱 因为恋爱总是让你感觉会 心跳加速啊 然后会有一些很 很美好的那种感受 对 其实俗一点就是惦记永远比拥有更好 没有 拥有更好 我跟戴君同一个想法 拥有比较好 贼才惦记 不怕贼做就怕贼惦记 这说的好 你什么时候正是好的 正是 其实我俩很怪的 就是刚开始是在一种试探的过程里面 对 因为首先都在这个圈子你可能会有些不信任 尤其是你在觉得形象上可能会更有优势的时候 你总觉得这人不可靠 然后他那时候对我可能也没有安全感 那时候我没现在这么端庄 就本身我的性格也大大灵灵的 那时候比现在忧郁 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就很不羁 没事带个小礼帽 穿个小热裤 然后一个歪肩 一个小T恤 开个小跑车就很嘚瑟 然后对男生也觉得爱理不理 就是就那种感觉 因为那时候很文艺 很文艺 然后很忧郁 就两个人都属于有点不是很定性的状态 所以就先试探试探试探 然后试探到哪一天还真记不得了 可能到了北京之后 回北京 对他在北京拍戏 在那个北边大北边拍戏 然后呢我就 也是郭敬宇导演的铁梨花 对 铁梨花 也是郭导演的戏 然后我就去剧组去接他 去请他到市区吃个饭 什么餐厅 海底捞 他就不会请我是太贵的 这是最贵的一顿餐 后来就变成那什么麻辣烫了 那演艺馆你约他去吃火锅的时候 是想表白吗 还是想更进一步试探 了解互相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我该接近的女孩子 对 然后那天晚上的事你能说吗 什么事啊 就那天晚上我们吃完火锅在楼下 不是在火锅店楼下 对 说吧 你说吧 你说吧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吃完晚饭呢 嗯 他就送我回家 更逗的是 我有几只大狗 都在家里养着 然后我就想约他 哪天看看狗 我还没能说话呢 他说 再见 嗯 再见了 然后 我就站着 我要往外走 他说 哎等会儿 我说怎么了 然后他就走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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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我 我在这儿他在这儿 离我这么近 突然就靠向我 闻了闻我的头发 然后转身 又离开 看着我 好好睡 走了 当时 可 你能感受到那种心情吗 我 你说哎呀 是不是海底捞的味道都在头发 哈哈哈 我笑笑 我用的海底捞香水 洗发水 哎 我觉得你 你绝对是胖妞高手啊 对啊 就是那时候怎么回事 对啊 我告诉你一块 你这个太狠了 欲擒故重 不是太厉害了 对 男孩都听一下啊 碰妞有的时候是有 你那天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个举动啊 都已经分手了要走了吗 对 我觉得挺 我觉得 那时候的感觉挺奇妙的 因为说实话 有点心动的感觉已经出现了 我想确定一下 但是呢 如果说 我靠近一个女孩子去拥抱她 去亲吻她的话 我觉得好很 很失态 我觉得很不好 很失礼 我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所以我就轻轻的过去 然后 我测到她的头发边上 然后 其实来说是互相感觉一下对方的那种气息 她也没有去推开我 也没有什么 她静静的在那里感受着我 这招挺好的 我又没有非离你 对不对 我只是 闻了闻你 有没有碰到 跟小狗似的 你又能怎样 对 而且我觉得要看谁做 因为你长得就特英俊小生 像戴军每天在电视上没正经 她透过来 肯定特别搞笑 我觉得 怎么样 什么闻到了什么 发脚 你这招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这辈子也试过一次 也就这一次 你确定吗 确定 那你还试过其他的吗 没有 就这招 就用过一次 我采访过一个人 真神 她就是在他们小区 她喜欢一个女孩 后来俩人结婚了 你猜她怎么着 她追尾 那女孩下班回来 她就故意地 追尾 就给那什么 又排一车那儿 建立关系了 我那次我都听傻了 我说这个 什么人都有什么招 结婚了最后 可别学 追尾 我记得初中的时候 有一招 我特别好意闺蜜 她喜欢一男孩 然后我给她出了一招 食堂不打饭 那时候拿饭盘 我说这样 你在那儿站着我推你 往她身上撞 然后她说 好的 然后我自己推 翻盘空间看她一拳 前色土豆 然后 我想她根本就没成 但是她俩认识了 认识之后男儿每次见她 都躲她 都躲 都躲 我也见过这样的男的 就是 看到那饭盘 就是在那 学校的那个食堂里面 看到女生特为喜欢 然后她就把饭盆里的 那块红烧肉丢地上 在那女生面前捡起来 说 哎 学妹 这你不要 真可见 关键的什么时候 你们两个确立了关系 这次之后吗 还有 还有一次 再讲讲 还有一次关于狗的故事 我不是有一只大鸡毛吗 那时候她正好怀孕 要生小宝宝了 然后她那个时候 我们俩也不能说是确立关系 但是每天都有一个电话 然后那天她没打给我 很晚了都没打给我 我想怎么回事呢 等啊等啊等 好晚了 她突然打给我 然后我还很激动 但是很开心 她说我想看看你 我说 怎么看啊 她说我来找你吧 我说 那好吧 她就开过来了 我想 她来看我 我们聊些什么 很尴尬 我偷偷从家里 抱了一只刚出生的小鸡毛 我就穿着大衣 把她抱起来 抱起来 把她抱下去 抱起之后 她也不知道我抱了什么 我就上车了 上车我坐在副驾驶 然后她就 我们俩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给你看一看 你看 她吓了一跳 然后你讲吧 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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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讲 我讲吧 我来讲 她吓了一跳 然后就跟前面的车 最尾了 动 然后她就跟前面的车 女孩认识了 真的够扯的 不来的 我以为她我很开心 我好可爱 她会抱 她竟然不敢碰 她也不碰 也不摸 然后去拿着 我就一直拿着她 我说你抱一抱 她不敢 之后她跟我讲 她说 我问她为什么不敢 她说 她说这责任很重 万一掉地上吧 对很想想 就想看看她的 然后 她把小狗给我抱了一会儿 然后 妈妈在上面 她妈妈打电话了 我妈打了无数个电话 插这个插曲 特别搞笑 因为我妈找不着狗了 不是找她 找狗 不是找不着我 她是 因为我们家大狗 找不着小狗 她就要叫 她叫拱 就一直在啃 然后就敲我妈的门 就拱我妈门 我妈睡得迷迷糊 就问筷子怎么了 然后就发 发现筷子挤样 满屋转 我妈数 少了一次 我妈也吓坏了 然后我妈吓坏了之后 就敲我门 一看我门 屋里没人 她其实猜测 是不是说把狗带走 我才不确定 然后我想这时候 跟她聊得挺开心 我就不接 我地方放方便 不停地打 不停地打 后来我说妈 我在楼下呢 狗呢 狗呢 狗在我这儿 你快上来 等我这儿怎么办 我说好的 我说马上就上来 不到两分钟 你快上来呀 我说好 这就上来 她拿那只狗去谈恋爱的人 那狗妈妈提死了 我妈急得了 后来就也就 没死了几分钟 我就被我妈催上去了 妈妈在劝那个大狗 我说没事没事 没事 没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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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 我看到其实是有很多人 去说若曦的 对吧 有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吗 现在应该没 你都 现在 现在怎么说呢 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了 但是你很难讲 他还会有人说 因为当你觉得一个人很神秘 你很喜欢他的时候 他身边出现任何人 你都会觉得我不喜欢他 当你恨过谁 也没恨过 只要是跟他拍戏的 我都觉得不好 这个不好 应该我来拍 可以 这心态 真的是 这是心态 我很理解 就算说我什么 我觉得没关系 这是男的和女的的区别 男人和女的区别 你会讲的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 就是说他那个种种吧 挑毛病吧 鸡蛋挑骨头吧 反正说不好看呀 眼眶那么帅呀 你长得怎么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 因为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特别伤人 伤人的话 是很多人会说他有企图 对 有这样的话 对对 他一开始也是很难接受这些话 他说这个 我有自己的价值 听得懂 对对对对 我也挺高 我也挺家里也挺好的 对吧 父亲一直从小疼我的 我也是在学校里也是拔尖的 你凭什么 铁梨花收视率也那么高 对对对 我都拔尖的 那么他就是一直承受了很多压力吧 然后我也是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要劝劝他呀 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也是我跟他感情更加牢固的一个过程 我们要坚持的走下去的一种 你有没有就是做出一些特别的举动给大家看 故意的 有过有过有过就写发微博嘛 我说你们不要说这种话 对吧 这是我私人的感情生活 对吧 若曦怎么样的 我其实写了挺多东西在维护 其实我觉得也走过来了 大家也看明白了 但当时会觉得挺在乎说他的东西的 因为若曦毕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对 我只是谈一个恋爱而已 怎么会上升到那么多的问题 对不对 对对对 包括从小大家都觉得你挺好看的 然后你都挺优秀的 怎么这么多人骂你不好呢 我想我怎么就那么不好呢 有一阵子其实对我伤害最大的 是对我家里人的伤害最大的 因为在我爸妈和外婆的眼中 我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 从小特别勤奋 然后从出生就觉得挺好看的 你怎么到这儿怎么说你长丑呢 给我妈气坏了 凭什么呀 对我妈说凭什么呀咱凭什么呀 然后还更有人说你是为了跟他怎么怎么整怎么着啊 其实从我家庭的角度来说伤害最大 其实我婆婆 现在的婆婆她也很生气 她就有时候更比我还生气 经常我一回上海就说若曦又骂你 什么呀这是 下说胡说那麽这不是 我说哎呀那时候叫我叫男妈 我说男妈你不要生气 这都是假的 我就要去哄他们 但是你自己也还要吃下去去消化呀 对不对 对有一阵子其实伤害最大的是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 那时候突然这事情被突然曝光了 然后你承认了 我承认了 对 那时候我短发嘛 然后就 这个年就没过好 这一年就是很 其实我是 她没做准备吗 一个小女孩对于这种外来压力 不是说你走过十几年的娱乐圈之后 你对这种爱见不见 爱看不看的无所谓 她可能就是一下子之间就 走心 对对对走到心里面去了 包括家庭也会给她压力 干嘛呢至于吗 说我们那不好什么的 那她有想过打退堂鼓吗 就算了我不要 有过有过有过 她就说算了 我这么烦我不跟你好了 下子就被打击到了 打击到之后包括我的自信心也被打击到了 就我会难过也会哭也会退堂 然后她那时候就挺身而出去为我说了好多话 那慢慢的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后来成熟了好多 也慢慢的接受就像刚才我觉得会开玩笑的方式去把这个事情聊出来 也甚至会在一些不喜欢我的角度 这些人的角度我去考虑他们的感受和他们的心情 我甚至会理解他们 包括我现在有些人有的时候在他的微博上会说一些东西 他看到了关于我的不开心的或者说是不公正的 他会生气的会回复 不然我经常说我老公不悔 我老公我跟他说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 说你的只要是不公正的我都很生气 我说老公才没必要悔 因为我们也不认识他对不对 他也不了解我 对他不了解 就是不了解我才让他们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爱我的人和我身边的人了解就足够了 我不需要全世界都了解我 对 长大了 对 通过这些事情 通过讲 通过讲 长大了 要不经历风雨吗 对吧 不管有多少风风雨雨 也无法拆散这两个真正相爱的人 反而更坚定了他们永远在一起的信心 在经历了四年的爱情长发后 2013年4月7日 演艺宽在周洛西主演的发剧《21克拉》上海演出现场 在众人的见证下捧花上海向女友求婚 我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就像今天晚要求你跟我要跳舞 你说你不是一个舞者 所以你生气了 对不起 我惹你不高兴 21克拉太昂贵了 我暂时送不起 我也不会送你0.21克拉的剪 对 这比较现实的 代表我透透的心态 这里是一块 21克拉 2.1克拉的赠实 它可能没有21克拉那么的贵 那么的大 但是它是真实的 它有它中间的残缺 我希望 我希望你会接受 我这颗 加上21克的灵魂 你愿意接受 我爱 来掌声 这属于 这属于那个 借花见佛吧 将功补过 是吧 这是一个什么环境啊 那个 是我演的一个话剧的一个话剧舞台 那天叫21克拉 那时候她来看过第一场的时候 我都没想过她会来第二场 而且那天 那场戏之前 我们俩因为工作的事情 一块拍一个MV 在拍摄的现场还吵了一架 我很生气 赌气的是来演出的 我挺没想到 就当天求婚当天是她生气了 对 我跟她吵了一架 所以你是没有想到她会有这一个设计 我没有想到 你设计这一天是当时寄信的吗 当时是我之前向她求过一次婚 第一次求婚被拒绝了 对 为什么 因为她是在我们洗手间门口求的 对 我直接跪下了 说老媳妇嫁给我吧 我那个时候 因为背着她偷偷摸摸的那个 买了戒指啊什么的 然后她 然后说实话 的确是 我觉得已经 已经 已经 我做的挺 挺那个了 她觉得买戒指的时候很浪漫 因为她可以瞒着我 瞒天过海那么长时间 然后去选戒指 然后看我手的大小 又要腹齿啊什么的 那你为什么选厕所门口呢 没有 就在家门 可能她认为离厕所进就在厕所门口 我觉得是在走廊里 就是走廊的厕所门口嘛 行行行 都是颜值不浪漫 就没成 对 这一天呢 你吓了一跳对不对 是的 我吓了一跳 当时因为我点这个戏 每天都每场都会哭了稀罗瓦拉的 我看你挺尴尬的 当时有点 对有点尴尬啊 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一般演到最后我的睫毛都会被哭掉 反正话剧又看不出来嘛 真哭啊 那你话是要真哭的 每场都要真哭 因为最后 其实是很感人的一个话剧 那最后我每次睫毛哭掉 我到后台我都说点点光布一下 不用我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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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特别人情的说 游戏别走 给你补补妆 然后还给我补补补补 我说我睫毛快开了 给你沾一下沾一下 给我推上去了 推上去我想就跳了一段很快的舞蹈 最后我们还有一段舞蹈 结束了 结束导演他们都上来了 哎呦怎么上了这么多人呢 哎河念的也过来了 然后过来就很嘚瑟的过来了 哎站那儿 站我旁边了 我想怎么回事儿呢 会会说有请今天那个 有一个重要嘉宾要献花 然后颜宽上来了 然后我想呢 他可能明星嘛 你说来上献花 不像说是我妈过来献花 不需要引荐一下 他引荐一下也没什么的 但是上了献了之后 他不走 还在那说 当时我脑子有点空白 我在想肯定有事儿 但是说实话 自己演了很多戏 但是在你刚刚演完戏 在你自己的人生里面 作为你的主角的时候 你会紧张 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今天真的是我们非常有幸 两位拍了全新的婚纱照 而且是在异国他乡的一个海边拍的 两位独家的婚纱照片 你们想看吗 来 我们看一下 哇 好漂亮 其实这套照片是挺有意思的 这套我的难度 你知道吗 他后现了一个很重要 背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 有心酸史的 对 其实那段日子会更加让我永远难忘 是因为我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都有旅程安排的 然后我们不约而同我和摄影师 突然在路过的路上看到了一个 就是这是甘蔗地 全是甘蔗 被剪掉了 就剪掉甘蔗 然后那里有一个堡 有一个堡垒一样的东西 很苍凉 全都是空的 我说我们能不要在任何景点拍 就再选一个农田里 甘蔗地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当我们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觉得好美 觉得很空旷 我当时我就觉得 再加上他这套婚纱吧 尤其是他这婚纱 是有一个甩尾的那个地方 我希望能够把它给 能够展现出来 对 你光站着你撑不开 所以他也没同意 因为他 他没跟我商量 我是有腰伤的人 我就腰之间蛮突出嘛 我就一把把他抱起来 因为我觉得没问题 抱他没问题 但是抱他起来之后风不够大 所以我必须让他的裙摆给打开 就这个能够散出去 所以当时我就晃腰了 一晃着腰 我就抱了一分钟 我高兴 当时我很兴奋 但是我心里很清楚 如果出问题 我都愿意承担 所以当时我甩完之后 把它放下之后 我就知道出问题了 怎么办 他的腰间板都出 然后每两天 整个拍摄结束 我当时很疼 很难受 每两天 我跟他约好了 我们说 这个酒店住完了 交代我们酒店住完了 我们不工作 我希望能够在毛里求斯 再多待四天 我们多安排四天的休息时间 OK 没问题 我们到了另外一个酒店 在另外一个区 另外一个酒店的时候 路上我已经 我们的工作人全撤了 连助手全撤了 就我跟他两个人 然后住进了我们一个 自己约了一个 订了一个 海边的一个小别墅 然后当我进了 进去之后 就开始 凉养了 凉养了 进去的第一天 还游了个泳 第二天就发高烧 老婆我说我不行了 对 那天晚上我就很清楚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说老婆 我一点都动不了了 我就躺着了 然后在那 吃饭得趴着 我还发烧 然后都动不了 她在扛着我 一动就疼得飞了 然后她就请 我说 她就急着 特别着急 她一个人跑到那个 那个吃饭的地儿 早餐的地儿 因为那个地方不允许外带 所以她自己把所有的东西 全放到一个小角落里 然后要了一堆餐巾纸 坨成一大坨 偷出来 对 我很聪明的 我是拿了一个大碗 一个这样小碗 我觉得盘子不太好拿 拿个碗 然后拿了一堆餐巾纸 我把碗放在 然后拿了吃的时候 都往碗里塞 塞 塞满了之后 再扣一个碗 然后我拿纸巾给它包着以后 我拿了衣服给它卷起来 偷出来 对 很多人 老外都用很奇异的眼神看着她 然后 他们跟我讲说 要等医生说好她的是病情之后 医生去拿早餐 可是那时候 已经来不及等医生再去拿早餐 早餐就没有了 我想她发高烧 又不吃饭的话 肯定没有抵抗力 又没地儿弄东西 我就去给偷回来了 然后我就躺在那儿 实在是一点都动不了 我当时脑子里想了很多 如果这辈子 如果我真不能动 老婆你会在我身边 这种问题 然后呢 然后我找医生啊 大夫过来 看了看 最后留了一片止通 退烧药 还不让盖被 他们外国人说 你不要盖被 被子掀开 发烧就让你晾着 对 让你晾着出去走 我都快疯了当时 她是觉得你发烧就是热吗 当时在那时候 就是若曦一直扛着我 然后什么事情 上厕所也好 起身也好 翻身也好 我最后 最后第二天早上我好像 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我没想到那么快 说实话 然后她把我一个人 扛到了那个 我们以前的那个沙滩那边 正好太阳 我们房间推开门呢 是海滩 海滩旁边有花 然后有个沙滩 我就把那椅子 好 我种个椅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 我把它放在里面 巨大的一个木头的沙滩椅 从一层层的搬下去 她老在屋里躺着 不是回事 我给你晒晒太阳 她把我扛出去 然后放在那个上面 给我晒太阳 然后陪我聊天 然后第二天 第三天才好 对 你不觉得这是另外一幅画面吗 其实人跟人在一起 永远你都需要一种安全感 你在想如果我老了的那一天 不能动的那一天 变得特别无聊的那一天 它还会陪在你的身边 就是提前演绎了这一把 所以就变得更有趣的那一天 对 我好像看到了我将来的生活 我躺在那里 没有人推我出去 我 我们全家都推你 不要 我去泰国 我给你200块钱推我出去 两位那个 什么时候领的证啊 没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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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啊 求婚之后 其实一直就张得想去领证啊 然后 但是也是因为 领证挺麻烦的 麻烦吗 麻烦啊 因为我们俩呢 不是一个地方 我的户口是上海 他的户口在北京 然后就牵扯到两个城市 还都拿户口本啊 你上海人的户口在北京 对 你沈阳人的户口在上海 纠结吧 纠结吧 那在哪里啊 后来在石家庄 在那个北京东城区嘛 我单位原先是在东城区的那个帽胡同那头 所以呢 我当时呢就拿着我的 我是集体户口 他是拿着户口从北京到 从上海到了北京 然后我们两个呢 就选了一个所谓的好日子啊 对 然后天气特别好 然后我们下午去 我们说哎 三点多过去 也人少一点 对 也会比较比较好一点 然后去了 去了 这我拿啊 你们的证件一拿 哎呀不好意思 男同志 你这个 你的户口首页 什么 户口首页 对 你是集体户口 需要你的户口首页 户口首页在哪啊 啊 在你的单位里 我的单位 我好久没回单位了 因为我已经离开那单位一阵子 对 国家话剧院嘛 所以 当时我记得国家话剧院 在茂尔胡洞 在东城区嘛 然后赶紧打电话 我说同学 我打给我同学 哎 知道我们单位的单位的电话 搬到哪去 然后我同学说 我也你看单位 疯了 然后实在我已经查114查什么什么 单位 原来搬到了那个西边去了 大西边 然后我媳妇急了 西边 北京呢 开车堵成这样 一天能办一件事 我觉得很了不起了 已经是三点多了 五点钟人下班 没有四点半 是吗 四点半差不多 然后急了 我说不行 他说你就怪你 对我说你这完全不认真 领了证 你之前为什么不去上网搜索 该带什么不带什么 你说你到今天了 我是一个完全的活动 我说我领着正爱情 哪需要那么多东西 还首页 最后实在没辙了 卡 我说你跟我走 别管了 你今天我必须哪个拿上 你相信我 我当时我已经绝望了 我想肯定拿不到 我在旁边这个字是做的 对 然后我就开着车 开开开开开开 开到西程去 不是开到西边 不在西程去 还往西 然后找到了 导航找到了 找到单位 上了楼 然后赶紧跟老师说 老师我帮个忙 什么事 老师我今天就结婚 我时间来不及了 能不能行的方便 赶紧给我开个 好 那等等 我找找谁 来来来 你到哪去找哪个谁 我就上去 还写了介绍信什么的 最后下了车 然后上了车 才开到 开到 开到东面 对对 东城区的那个交道口 民政区 对 交道口那头 然后下了车 然后啪 拉着它是跑 因为那个派出所是在胡同里的 然后车还不好停 对 停了车 就是跑 红热灯都闯了那天 对 就是闯红灯 人家一定以为她怀孕了 然后跑进去 然后那天 也就是最后一对 挤上了 好环境 我跟你说 你讲你的爱情故事 拍出来都是韩剧 但是呢 我们俩真的是很 他特别不高兴的一点 就是他跟他同事 或者朋友打电话 哎 你们结婚怎么样 啊 我们念誓词 他然后回过头说 我们为什么没念誓词 我说咱俩有时间吗 因为朋友讲了 说念誓词的时候 边念的时候这么长夜纸 边念的时候 把所有两个人 从相识到相爱 所有历历在目的故事 还可以回忆一下 谢你的 没有这一番 你 真的吗 你知道吗 他结婚了 是我结婚了 没有誓词 没有 没有吗 但是现在 他是不是 要多交一点钱 然后进到一个小房间 我们俩就拍了一张照 就完整了 很简单 超级简单 我觉得简单到 但是你们 哎呦 你怎么得 你看你跑过来的 胡在飞着呢 对 然后 青穷结婚了 头发都飞着呢 你看俩人头发 我媳妇头发都乱着呢 一分狂奔 又啊 累得我七喘 responder 只是你应该 你该知足了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 properties 临阵特别的仓促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浪漫的求婚 因为你这个浪漫的求婚 就可以抵得上你所有的聪明 严谣问你个问题 我觉得你在生活中特别受到女孩子的欢迎 你是怎么让你太太能够 既能够愉悦地接受这种对你的喜欢 别人对你的喜欢又不去吃醋 你怎么去把握这个分寸 其实我觉得信任很重要 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安全感 你要给他最大的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做我这样一个男人的话 你长得多没有安全感 对啊 所以我的难度会很大 所以我必须要对我媳妇 或者对我的太太来说 是一张她永远能够看清楚的 每个角落的一张纸一样 但是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杜若西 他比如说他怎么让你感觉 因为他长得挺花的 我觉得 我说实话我婚前我所有的 我已经没有所有的密码 他全都知道我所有的密码 对包括微信密码 这挺好 微信密码都给 都给 银行密码 对对 QQ密码 什么那个我也不玩 什么什么密码 全都知道 那么只有这样 他才会觉得 这个男人是对他真诚的 对 是吗 你觉得呢 是 不知道密码就会没有安全感 反正我是没有密码 他就把自己就兜底了 就有的时候他就像有些人说 我一无所有了 我现在把我自己敞开了给你 你要不要我我就没有了 所以你会觉得 特别有安全感 男人要他干嘛 男人一定要有点神秘感 什么都给你 啪摊在面前 跟披萨一样 我喜欢吃带馅的包子 男人要做带馅的包子 不要做披萨 真的有女人喜欢那种 有朦胧感 然后有神秘感的男人 特别多 我觉得特别喜欢男人有神秘感 就是他回家鬼鬼祟祟的 我觉得特高兴 对 你知道我是个喜欢刺激的人 他鬼鬼祟祟的 我就老想知道他干嘛 他有跟一张披萨一样 都给我了 我马上就给他厌倦了 所以我老公在家里都不出声 我都没想你 包子有老公在这 真的真的 今天特别开心 跟两位分享了 他们的爱情故事 我们掌声再次恭喜两位 来到今天了 我们要提醒一下 我们的电视 之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可以通过 超级访问的官方微博留言互动 那幸运的观众呢 会得到由乐风网提供的大礼包 新的手机用户呢 发送超级访问到 9513186呢 或者登入我们的苹果 或者安州的市场呢 免费下转我们超级访问的客户端 跟我们的时日互动 全市民的观众呢 我们可以送上金美的礼物 好 再次用掌声来信两位的光临 每周一晚上的十点钟 我们在山东卫视超级访问 不见不散 本期超级访问成功 谢谢 谢谢 快要照片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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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